導演旅館可以說是一房南球有台商返台之後入住集中檢疫所 結果現在掀起了一個論戰 原來是在這社群網路上PO出的照片有台商直呼心寒 甚至也有人說這是監獄嗎 怎麼可能這照片一曝光不少的台灣民眾認為哪是啊 這根本就是乾乾淨淨的學生宿舍的風格非常OK啊 非常時期還要挑 檢疫又不是在度假 如果不知足的話 乾脆留在中國過年好了 布置簡單 看起來乾乾淨淨 有床有四層櫃 另一間也有椅子 洗衣機 飲水機 衛浴都有 這是回台後的集中檢疫所 就跟宿舍沒兩樣 但是看在台商眼裡卻驚呆了 這是在台商太太新天地微信公眾號上發布的 有人看了真的心寒 也有人說回到560年代的住宿品質 還說當兵的時候住的都比這好 費用2000元一天實在太破了 竟然還說這是非洲國家嗎 照片曝光後 不少在中國大陸的台灣民眾問說 這是監獄嗎 會有點誤會 會稍微有點誤會 我覺得像宿舍應該就可以了吧 學生宿舍差不多 說到像監獄 監獄有點誇張吧 監獄應該也沒那麼好吧 對 要14天 種民跑出來被罰不知道罰好幾萬 應該是說他們住得太好了 所以會覺得這個太簡陋 有一點形容得太誇張了 當然它不是很豪華像旅館 但是我覺得非常時期 就是乾乾淨淨就OK了 大家都說有得住就好了 不要再抱怨 或是為了回來過年增加他人負擔 畢竟有錢也不一定訂得到 指揮中心說目前集中檢疫所會釋出2000間 總數就是3765間 每天2000元 12歲以下不收費 每個集中檢疫所條件不一樣 最近寒流來襲 保暖是一定會加強 外界認為防疫非常時期 這樣的集中檢疫所至少簡潔乾淨 何況集中檢疫並不是度假 如果不滿足 乾脆留在中國大陸過年 是不是就不會太委屈 記者綜合報導 伊凡娜 唐娜愛世自由演唱會 4月17日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詳情請洽年代售票系統 冠名贊助 伊凡娜邀請您 聆聽唐娜愛世自由演唱會